好了 主播哥观众 下个礼拜就要迈入4月了 这也代表说店价即将要调涨 平均涨幅来到11% 这对餐业者来说 这个成本负担可就大了 我们实际来到早餐店可以看到 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这种用电设备 像是有这种大型营业用的烤箱 还有这个商品陈列台底下 也都是冰箱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电费一旦调涨了 对他们以后每个月的电费来说 是相当可观的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鸡蛋的价格 美台已经从今天开始会调涨3块钱 这也代表说 他们的所有成本压力都不断的在增加 但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去含话 业者说你不能够因为电价调涨 所以你的物价就跟着上涨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业者 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我是觉得不合理 但涨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涨 电费又涨 然后不涨 然后我员工薪水 我可能就会发不出来了 那大家都要生活啊 不可能说你不调涨 你不调涨的话 那员工的薪水怎么办 他们也不能都卡在那边 他们如果说都卡在那边的话 他们也要出门也要吃饭 少部分不能太大 因为你太大 到时候客人都跑光也不行 就是一部分 就是调到跟别人一样这样子 不要超过别人就好 谢谢 好您可以听到 所以电价的商品价格会从五月开始调涨 所以四月这段期间呢 就是目前先咬紧牙关继续撑下去 那针对这个淡价的部分 但农事表示说 涨价跟涨电价是没有关系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产量变少了 然后需求又增加 所以才会来涨价 不过不管跟这个店家到底有没有关系 民众的生活成本确实就是不断的在增加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